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日前颁发2013年度清联奖 大陆记者罗昌平成为这个奖项创办十多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公民 世界各大主流媒体都报道了罗昌平获奖的消息 但中共媒体还有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却不见任何相关报道 通过微博实名举报中共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贪腐 而导致他落马的大陆记者罗昌平11月8号与安格拉记者 人权活动人士拉斐尔·德莫莱斯 共同获得了透明国际颁发的本年度清联奖 透明国际在颁奖时赞扬罗昌平在困难的环境下 通过他的个人博客勇敢地揭露腐败现象 非常敬佩的 因为一般的记者根本就不敢涉足这种领域 因为做这种报道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也或者是被解雇 或者就是锅当入狱 甚至有可能失去宝贵的生命 作为获得清联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罗昌平为获奖写下在政治雾霾中前行的制达词 他指出在中国比大气雾霾更为严重的是政治雾霾 权力的垄断不只是依靠暴力 还可以通过控制信息实现 不少中国的媒体人因为正常报道 因揭露腐败官员的劣迹而受到骚扰 被免职 被逮捕 被判刑 罗昌平期许 中国的媒体人能早日冲破政治雾霾 我认为还是体制对他们的约束 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很多报道即使是很好的 很真实的 但是可能会没有办法问世 即使你能够做出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报道 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 包括民的报复或者是暗者中的报复都有可能 33岁的罗昌平现任财经杂志副主编 曾任中国商报首席记者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 去年12月 罗昌平在新浪博客级认证微博上 实名举报时任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南 涉嫌伪造学历 官商勾结等问题 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主管官员当时回应媒体说 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 不过 今年5月 刘铁南因涉嫌严重伪计被调查 随后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新唐记者朱志善采访报道 另外精指导什么 stole 杜莲